一组希莱赛当中啊 你得审视多事 尤其总类赛 那每一场比赛至关重要 决定整个这个希莱赛的生死走势 这会儿你要是相信格林的话 那只能说这种用人方式 是看不起对手 太过愚蠢了 他现在的能力 你整个相信法的关键是 你要说他这个原本 三分球头就准 低位他这个吃饼能力就强 你倒可以相信 问题他在这组希莱赛当中 没有对位有失 你要是相信 相信他突然之间 三分球长长无中散的 不可能 你要是这么相信 那完了 勇士哥就算赢 赢得非常累 如果你继续用格林 就算赢也是 扛着中压勉勉强强赢 球员还得发挥好 要是他赢不了 这么着 所以这就得是一大四小多用 另外伯特这样球员呢 打的效果好 常常立竿见影 为什么不多打 为什么非要这个让格林 他跟那个库里汤姆森之类 死死抱在一起呢 格林 他不应该 再跟那个水花兄弟抱一会儿 没啥太大意义 防守效果也不行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